8号 我国首架海上固定翼搜救航空器 空中国王350ER固定翼飞机 在福建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 此次配备的空中国王350ER 是一款长航程高性能的固定翼飞机 最大起飞重量7.5吨 最大航程2570海里 搜救半径可达1000海里 最大飞行速度561公里每小时 可在能见度不小于800米 跑到长度大于1300米条件下进行起降 除极端天气条件外 可执行24小时全天候仪表夜航 以及冰冻条件的海上搜救任务 将显著提升我国深远海 海上应急救助综合实力 这个飞机引路以后 它一个气象条件限制比较小 作业航程就是远距离航程比较远 搜救半径比较大 第二个滞空时间比较长 那么解决了我们当时直升机跟船破 无法快速到达 提升我们搜救效率 实现了整个空中立体救助 从无到有的一个突破 在列边结束后 东海救助局还进行了 固定翼搜救航空器 首飞海空联合搜救训练 模拟船员遇险 由固定翼搜救航空器起飞出动空中搜寻 为搜救直升机和救助船舶 定位遇险人员位置 协同进行海上搜救作业 据了解 目前我国交通救捞系统 在北海 东海 南海三大海区 共部署大马力救捞船舶218艘 救助直升机24架 固定翼飞机1架 应急救助队19支 有力提升了海上专业救捞队伍 搜救能力